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注释三昧 依发疫情 供养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尊 而不失定义 若不而者不取正觉 他方国土的菩萨 只要听到明字 就能够得到清净解脱三昧 在这个三昧里边 如果一发心 一起心动念 就能够供养无量诸佛 也不会失去自己的定义 我们看这里 也没有说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往生不往生 阿弥陀佛都加持 成了佛以后 对修行菩萨的这种加持不用起心动念 所以诸佛没有分别 就像镜子没有分别 镜子照东西 照到什么就是什么 它不分别 好还是坏 镜子里边东西有好坏 镜子没有好坏 镜子不管 成了佛以后 佛的加持力就是自然在那里 只要我们和佛相应 就会得到加持 问题在我们这边 不在佛那边 不是说你修行好 佛就加持 修行不好 佛就不加持 没有这回事 是因为你修行好 就能和佛相应 你能够感觉到这种加持 你能够感受到 你能够得到 就像天上有太阳 我们如果站在屋子里边 不愿意出去 到太阳下面 那太阳光还是照不到你 但是你要想照 你出去就照到了 其实在光里边也有散射的阳光 他不执照 拐一个弯进来 还是有 所以白天屋里不用点灯 是我们的问题 不是佛的问题 佛因为他不分别 有人说佛不分别 他怎么度众生 因为众生根气不同 那也是一样 佛自然就知道每一个众生怎么样 所以的话 佛用一音演说法 众生各个得了一节 众生各得到各的利益 佛其实说的是一样的 没有区别 我们看第四十三院 闻名得福 是我德佛 他方国土诸菩萨众 闻我名字 寿终之后 生尊贵家 若本者不取正觉 这也是说不枉生西方极乐世界 只要听到名字 还没有说一定要念佛 听到名字就已经有这么大的福报 寿终之后就能够生在尊贵家 还在人间 如果不这样 阿弥陀佛不成佛 阿弥陀佛成佛了 这个就一定实现了 我们现在好多人呢 拼命地修福报 修福报来世能够富贵 因为这事比较穷 其实不用那么大的 费那么大劲了 你听到没听到阿弥陀佛名号就行了 你听到了来世就富贵 因为能够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这件事情说明 你已经消了好多好多恶业 你的福报就要现前了 因为这一事你听到名号 否则没有福报听不到名号 我给大家说 我以前就从来没有听见过佛的名号 不要说阿弥陀佛 佛这个字我就没听说过 就这么可怜了 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没有佛教 没有庙 加上以前呢 都不开放了 就算有我本人 我是不知道 其实我曾经在庙里 去参加过庙会 我也不知道那是庙 我也不知道哪个是佛 从来没有概念 那是小孩子 那由于往昔 可能是学过佛 种了善根 所以后来呢 很偶然的一个机会 我遇到了佛法 那个时候练气功啊 那个气功是放一盘磁带 居然是舞会念佛 他是拿来修订的 一边听那个音乐 一边练战装功 我不知道为什么 热泪满面呢 不是银矿啊 掉下来哗哗的 那个都止不住 当时不知道为什么 就很奇怪 我怎么会这个样子 后来学佛又出家了 我才知道 这个是以前呢 都是修过 所以有这种感应的 所以学佛修佛 就是要有感应的 能够相应啊 能够相应才会有感觉 所以叫感应 你不相应呢 那么多人听了思泰 我也没见他们别人哭啊 就是我在那乱哭一通啊 我们有不少的居士 后来学佛以后我知道 很多人念佛都哭 听到佛号 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是因为我们往昔 也学佛 也念佛 我们有善根 所以这一世 听到佛号 就一定是会有福报 不管我们这一世 布是多还是好 下一世 我们就算不往生到 西方极乐世界 以后就会生在 富贵家里面 佛这样说的 我们要相信呢 不相信的话 说明你有问题 你要相信 一定是生在富贵人家里 因为你的福报 就会现钱 因为你听到阿弥陀佛名号了 说明你已经具足这个福报了 第四十四愿 修行俱德 这也是他方的菩萨 听到名字而已 但是呢 后面有 要欢喜踊跃 修菩萨行 这样的话呢 就能够具足 一切成佛的得本 当然将来一定成佛 所以阿弥陀佛的名号呢 加持释放一切世界的菩萨 听到名字就行 就有这么大功德 第四十五愿 普等三昧 受我德佛 他方国土诸菩萨众 闻我名字 皆惜代德 普等三昧 注释三昧 至于成佛 常见无量 不可思议 一切如来 若本者不取证据 他方国土 除了极乐世界 都叫他方国土 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都能够得到这种三昧 这个三昧呢 得了这个三昧呢 一直能够到成佛 能够常常见到 不可思议的一切如来 见到自己的自信如来 也见到每一位众生的自信如来 这个叫见一切如来 这是我们修行大圣佛法 第一步要走的 就是要证得自己的自信如来 自信弥陀 每个人都有一尊佛 各个具足 没有一个人缺 我们修行呢 就是要和我们自信如来 和我们自信亲近心相应 那个自信如来 就是自信亲近心 本身具足的 具无量功德 那我们就越修越相应 当全部相应以后 我们这个自信如来的德能 就全部发挥出来 就跟十方诸佛一样 所以修大圣法 如果能够在这一世 能够见到自己的自信弥陀 找到这个本具的自信清净心 那在禅宗里边呢 就叫开悟 在净土里边呢 就叫做你能够证得礼仪心不乱 因为这个心本身它就不乱了 这是个离体 就是我们每一位众生 所具有的生命的实相 有很多名字道理都一样 从此以后 你就能够很顺利地修行 因为你已经有了 大圣佛法的正知正见 直到一切众生 都有真如佛性 而且这个真如呢 你已经证到了 下一步呢 你就要证到佛性 所以的话 越来修行越殊胜 这个呢 就叫普等三昧 能够见到一切如来 第四十六愿 随愿闻法 是我德佛 国中菩萨 随其志愿 所欲闻法 自然得闻 若不而者 不取证据 这是指极乐世界的菩萨 听什么法都可以听到 我们在这个世界 有的法 我们听不到 《大藏经》那么广大 我们有的人也连一遍 也没有读过 我自己还没有读一遍 所以没有听到 阿南当时 让他当事者 他说呢 以前我没有听过的经 请佛再为我讲一遍 佛就答应了 佛用神通加持力 那么就再给他讲一遍 所以所有的经 前面都说如是我闻 因为佛 做佛的时候 以前不是阿南当 当事者 以前是别的人当 所以所有的经典 阿南都亲自听过 所以每个经典前面 才会有这句话 那到了极乐世界 十方诸佛的法 要听的话 也都可以听得到 因为阿弥陀佛呢 大愿加持 看第四十七 是我德佛 他方国土诸菩萨众 闻我名字 不吉德志 不退转者 不取正确 不退转 就是我们念阿弥陀经里边的 阿比拔志 那个意思就是不退转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说往生三不退 未不退 行不退 念不退 其实一共是五不退 前面还有一个信不退 最后还有个究竟不退 因为我们往生之前呢 就已经信心具足 因为这是资量 没有这个资量 不能往生 所以这个退呢 就没有列到往生以后的 三不退里面 另外呢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不等于成佛 还要继续跟随阿弥陀佛学习 所以没有达到究竟不退 这两个没有 掐头去尾 这个没有 那当中三个呢 就都具足 一定可以 为不退 然后呢 继续修学 达到行不退 再往上修学 达到念不退 为不退呢 就是能够花开见佛物生 极乐世界没有退法 一旦正了以后 不会退 在这个世界 有可能退 否则不会有这个名词 叫退转 或者不退转 就没有这一说了 因为会退 所以才说不退 那要是行不退呢 要正到出地菩萨 念不退呢 要正到八地菩萨 这是几个大的层次 大家应该了解 到了极乐世界 都是三不退 所以必定成佛 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 极乐世界 没有办法消业 你只是修学佛法 你学种种 消业的一些方法 如何修得智慧 消业最后呢 一定要立元对境 回来 让那业障的现前 然后消掉 所以要去找那个 你曾经造过业的 那些众生 然后呢 消业 那如果他 他不恨你 他不向你讨债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教他学佛 他也学习佛法 他就不要了 那就算等于你夜宵了 所以我们劝一个人念佛 那就有一个人能成佛 他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他也成佛 哪有佛还要讨债的道理呢 他知道那些如梦幻泡影 放下执着 不要了 我们现在我们还跟谁要 别人杀过我们也不会恨他 杀就杀了 那以前又不是这一世 这一世杀了也不要 都不会讨债 所以这个方法也是消业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所以我们要尽自己的可能 广泛的洪传这个念佛法门 让每一个人建立信心 不要让他动摇 现在有些说法呢 流传很多 因为修净土的人很多 有些人讲法呢 他不是兼顾众生的信心 他离开这个经典 自己随便想象 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一些东西 来动摇众生的信心 不是兼顾 坚定 那个不对 四十八大院 现在经典里都可以找得到 每个人都读很多 按照这个讲就好 不可以离开别的地方去乱讲 我们看最后一个院 得三法 忍 受我得佛 他方国土诸菩萨众 闻我名字 不及得志 第一 第二 第三法忍 于诸佛法 不能及得不退转者 不取证据 我们看后面的注 三法忍 闻生得忍 慧心安住 可证十地 其位次为初欢喜地 二离构地 三发光地 四宴慧地 这是十地 这是十地 说后面最后说 三法忍 即前三地 因为他这个前面说 就是得志第一 第二第三法忍 因为每一地 每一地都叫无神法忍 无神法忍 一切法不生不灭 法忍的意思就是 我们能够忍于 能够认可 这个无神的法 一切法都不生不灭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没有一切法 一切法都是众生的妄想 一切法没有独立性 不能单独拿出来 牵一发而动全身 因为一切法都是 因缘和合 然后献起 它需要很多条件 像我们一只手 上面的一个指甲 指甲不能离开指头 指头不能离开手 手不能离开腕子 腕子不能离开胳膊 胳膊不能离开身子 身子不能离开地球 身体要活着 也不能离开阳光 空气 雨露 通通都不可以离开 哪有一个独立的指甲 哪有一个独立的手 哪有一个独立的人 通通没有 这都是众生的妄想 一切法都是这样 随便举一个例子 说插杯 插杯不能离开 当时烧制这个茶杯的陶土 土制成的而已 不过加火烧制 刷上釉 就这样 离开了土 哪有瓷 哪有这个杯 能离开人工吗 能离开那个烧制的炉吗 能离开那个温度吗 离开那个火吗 那个烧制的那些人 又是多少因缘和合 他才能陷起 没有独立性 我记得小学的时候 学过一篇文章 叫千人糕 吃这个年糕 说这个糕 其实何止一千个人的因素呢 这个农民要播种 要耕地 要有牛 牛又是谁喂的呢 那割这些粮食呢 要有这个镰刀 镰刀是谁锻造的呢 钢铁又从哪个矿山里面开出 要有多少矿工呢 要有多少红炉去冶炼呢 打造呢 那些机器又从哪里来的 哇 你这联系起来 那就是全国人民都参加了 无量无边的众生都参加了 因为这个世界不能离开其他世界 地球如果没有太阳的引力的话 地球不知道射到哪里去了 而太阳如果没有银河系的核心为引力的话 也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全部都是宇宙 都是旋转 这个宇宙又不能离开其他宇宙 大家互相还是有联系 就这样 你说能离开什么呢 没有一个法是独立的 说有一个法能独立 那是假话 不是真话 众生不知道 认为自己有一个自我存在 绝对没有 这个就叫无生的道理 是佛教最根本 最基础的道理 你看新经讲 照见五蕴皆空 五蕴就是我们的色蕴 这个色身 加上受想形式 我们的精神方面 他没有独立性 所以照见五蕴皆空 众生傻瓜在里面白受苦 一切苦都白受 真可惜 可怜 明白这个道理的话 度一切苦 本来就没有苦 是你把苦抓来的 大家仔细在实验当中看一看 哪个苦不是你自己抓的 你要不抓 当下就没有苦 有人说 哇 我病成那样 那个能不苦吗 可以 谁在受苦 我就问你这句话 你说我 那你告诉我 这个我在哪里 你保证找不到 所以呢 初祖问二祖 你让我安心 那你把心拿来 然后他说求心了不可得 达姆祖说 安心安完了 为什么 没有一个心呢 整个世界 整个精神状态 物质状态 全部都是一个整体 不可分割 去哪里找出一个独立的法 所以一切法 如果说都是佛法的话 那就都是佛法 如果说空的话 一切法都空 如果说有一切法都有 所以呢 一就是一切 一切就是一 那在心经里边说 色即是空 那个空就是我们的自性 就是这个整体 说部分就是整体 整体就是部分 它不能分开 所以说一切众生 本自解脱 本在涅槃 没有哪一个人 哪一个力量拴我们 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拴起来的 我们不知道 自己拴了自己 那么长时间 不知道 学了佛以后呢 懂得道理了 当然慢慢地把绳索解开 不要了 其实那个绳索也没有 就把那个执着叫做绳索 把那个斜支斜剑 叫做绳索 我们把它断掉 不但解脱 而且能够称佛 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当你一称念的时候 你就离开了种种的绳索 你当然就解脱 所以重罪就能消灭 然后能够证到法无我 就证得初地 然后呢 进一步证二地 初地的菩萨 继续修布什 二地的菩萨 修持戒 三地的菩萨 修忍辱 四地的菩萨 修精进 五地的菩萨 修禅定 六地的菩萨 修智慧 七地的菩萨 在网上呢 有方便 愿 立 治 另外十菩萨 从初地到实地 按照十菩萨 往上修 后四呢 从第六 菩萨菩萨 分出来 加起来 是十个菩萨 地地都叫 无声法人 这里不过是 举出其中三个而已 也就是说 所有的众生 如果听到 阿弥陀佛 按照这个方法的指引 去修行的话 没有一个不成佛 好 四十八大院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面来回答问题 师傅 拜佛仍然 无法断烦恼 原因出在哪里 请开示 原因出在 没有断我剑 我剑不断 我执不可能断 大部分的烦恼 表现在我执上面 好比说 我们不由自主地会想起想巴 会对某个人有称恨心 或对某一个人有特别大的那种情感上的牵连 因为没有断我剑 先要断我剑 以后能断我之 这个道理不明白 一开始就想建二层楼 那是不可能的 第二是 如何能具足一切之 念佛 我原来我不会念佛 后来我知道了这个法门以后 我就下定觉醒 念佛 开始试了四个小时 我就知道这个法门很殊胜 跟我比较相应 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下觉醒 后来因为得不到法门 很苦恼 因为确定不了 大哭一场 后来求观音菩萨 指示 就是抓究 发愿 抓到哪一个 这一辈子不改 一抓念阿弥陀佛 极乐净土法门 所以以后就拼命修 以后上山也都是念佛 所以就到以后呢 反正有事就求观音菩萨 求阿弥陀佛 然后就有种种的感应 逐渐的指示 修到现在 其实我出家以后呢 就是盖寺庙 盖寺庙以后呢 就上山专修 专修完以后又回到寺庙里 不久就到匈牙利了 基本上学都是靠自学 那里找不到法师 也很难找到经书 书后来都是回大陆背过来 所以就全靠观音菩萨和阿弥陀佛 这样就能够开发智慧 所以大家要好好地念 念的话就没有问题 你碰到什么问题 你就交给佛菩萨来安排 你就不用操那么多心 佛菩萨会给你安排得很好 要坚信不业 不能怀疑 因为有的时候 那个表面上看来是糟糕的事情 就像我当时在山洞里压疼 哇 疼得那简直是没有办法 无可忍受啊 可是呢 就能够坚持七天念佛 因为那是被迫没有办法 平时我想坚持我曾经试过 我连一天一夜我拼命地挣扎我也不行 后来跑到山上也不行 因为总是受不了 不是体力就不行 那次病的话 那没有办法 他就达到了 所以是七日一直念佛 所以因缘不可思议 你不能看表面 阿弥陀佛 请师父慈悲开示 入灭 祭灭 涅槃 有何差别 没有差别 但是涅槃呢 有种种 本来自性清净涅槃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真如佛性 都本自具足 由于涅槃呢 就是阿罗汉 毕之佛 他们修已经断掉了 分断生死的烦恼 但是还有这个身体 另外呢 还有变异生死烦恼 它不需要断 然后它能够入一个无于涅槃 所以它可以证得 有于涅槃和无于涅槃 而佛的涅槃叫无助出涅槃 究竟涅槃 大涅槃 这个涅槃呢 不助凡夫外道的生死 也不助生闻原觉的无于涅槃 叫不助生死 也不助涅槃 这个叫无助住涅槃 因为佛呢 时时刻刻都和众生在一起 要度众生 他不如涅槃 我是初学者 所以不明白 脱离女生的益处 谢谢师傅 女生有很多麻烦 比男人多 这个应该知道的 那在一般情况下呢 现在社会生活好 好像好像是男的对女的比较尊重啊 各方面照顾还好一些 如果碰到战争年代 你就知道女生她有多么不方便 另外就是带小孩啊 也是女的比较比较多 另外女的在感情上牵连也比较多 种种种的话 这个女众有有好多的缺点不如男众 所以才会发愿呢 要转女成男 另外就是说要成佛 必须是男神 女神不能成佛 如果女神要成佛 一定是转成男神 这个是从相上说的 在本事上来说 每个人都非男非女的 因为众生不知道她才有执重 每一个女人身上 都具足男人的一切 男生也具足女的一切 那么姻缘呢 使你这一世呢 哪一个强一点 然后你献一个男的或者给女的 往昔我们通通做过男众 也通通都做过女众 所以要明白这个道理的话 转女成男其实也不存在 没有关系的 你要不知道呢 当然要转 因为不转不能成佛 色界天已经没有男女了 所以无色界连身体都没有 所以的话不需要到极乐世界 就在这个世界 仅仅欲界天和欲界众生 他有这个男女之分 到了色界就没有了 法师阿弥陀佛 若有女性的朋友 她是一位同性恋者 现在遇到情感上的问题 她很痛苦 我们知道了要如何才能帮她解除困惑 请法师开示 谢谢阿弥陀佛 这个同性恋就跟这个异性恋一样的 也会深陷在感情当中 不能自拔 那么怎么办呢 和我们一样 我们怎么放下烦恼 他就怎么放下烦恼 其实一般人要想放下 那个就叫我值 贪 称 吃 慢 疑 这五个是最重要的 六根本烦恼 最后一个叫恶贱 恶贱呢 可以再分成五个 那就是我贱 边贱 斜贱 借进去贱 和贱去贱 这个名词就很多 那由于大家可能学的少的话 不一定能了解 但是其实这些都是必须了解的 因为要把这五条都断了 我贱的 我贱的身根就被拔出 可以顿悟 这就叫开悟 拔出了我贱 才能够松动 才能够撼动我之 否则 否则我之就像大岩石一样 没有用的 一大块冰 你用火柴烧 能把它化掉吗 你拿一个小木棍也没有用啊 冰太大 你架一堆火都没有用的 因为那个 那个化成水以后 马上又结成冰了 我们就是这样 我们自己能感觉到 我们和烦恼斗 我们不是对手 为什么 因为你力气用的不对啊 先要断我剑 断了我剑才能断我之 你上来就断我之 自欺欺人而已 只能 只能够说 有的时候逃避一下 缓解一下 或者用佛号呢 压制一下 这个都有可能 因为定 可以服烦恼 服住烦恼 这个烦恼 居然可以不现前 那需要很好的定力 要想断出烦恼 必须要有慧 必须要有智慧 不论小胜大胜的 断烦恼 全部要用智慧 智慧是什么 照见五蕴皆空啊 没有实在性啊 这就是智慧 无我 烦恼在哪里呢 然后你就会 不太在意这些事情 那个我之啊 在欲界 最重的就是 男女之间的互相执着 所谓的贪呢 就是我们平常人 说的这个爱 爱就是贪 贪就是爱 有的是会把它 连在一起 叫做贪爱 那同性恋者 他就贪恋这个同性 他也不是一切了 他也会选择某一个人 然后就贪上 没完没了 那么如果不如意呢 就气啊 就生气啊 就嫉妒啊 也是争风吃醋 很麻烦 所以呢 我们看他是说的 哪方面 要想解决 那么有三种方法 第一种 先断我见 然后断我直 用智慧 可以 第二种 修禅定 可以辅助 不起心动念 不动摇 不在乎这些事情 把他压扶住了 让他不起 第三呢 念佛 马上呢 我们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这个身体 用不了多长时间了 不在这些小事上去 花费心思 谁还管他男的女的 怎么样怎么样 通通不管了 一心念佛 这些烦恼不见了 想想佛 多好 极乐世界多好 极乐世界的条件 多好 还要这些烦恼干什么 这些烦恼 巴不得马上把它扔掉 一句佛号 一心一意地念 烦恼马上就离开 因为一个心 在一个刹那的时间里面 不可以两件事 只能专注一件事 你专注了佛号 这些烦恼就不见了 就像我当时牙疼得没有办法 就靠专注佛号 一专注佛号 这牙呢 就不太疼 或者就忘掉了 没有了 所以拼命念佛 所以才会有那个效果 因此我说呢 这个不好的现象 不见得就不是佛菩萨加持 那也是佛菩萨加持 否则我不会有后来 那个好结果 那我们平时呢 用定服烦恼 或者用会断烦恼 或者呢 用念佛号来转移 这个烦恼的注意力 都可以达到目的 没有问题 如果你不懂得这些的话 那么你把自己的心 多多地用在做善事上 关怀老人呀 关怀儿童啊 关怀社会的福利事业 去多多做 把自己的心量放大 不注重在 个人的几个人身上 烦恼就会减轻 这也是另外一个方法 这提供呢 来参考 我们那里有一位居士呢 他非常喜欢 学习参加共修 每次共修他就睡觉 他说奇怪啊 我做别的事情 我不睡啊 为什么我一听讲经 我就睡觉 他很后悔 很气愤 但是就是改不了 真的让他 我讲完经 他顿时他就精神 这个叫业障 那怎么办呢 他后来呢 他说 法师我可以不可以 你讲经的时候 我起来走一走 我说可以啊 走着怎么睡觉 走着不容易睡了 他拿一个念珠 一边走一边念佛 一边听我讲经 这样大概经过一年 他都不可睡了 这个业障 科夫了 因为什么 能听懂的 因为经文 我们听不懂 我们没有把心能够随文入观啊 一边诵经 一边去观想了 做不到 我们就是声音 画画画念过去 就像我刚开始 在闭关之前的话 三个月打佛期 我敲着沐浴 我能睡觉 那我还是带着大家诵经的人 我还敲着沐浴 一边送一边睡 感觉到那个太可睡了 没有办法 那后来慢慢修到好的话 那就不可睡啊 尤其是那七天牙疼过去以后 我每天晚上只睡三四个小时 白天头脑非常清醒 一点昏沉都没有 那好境界就到了 所以也要有一些因缘 那你可以有一些方法选择 一个是用水呢 凉水刺激刺激脸 另外找一个尖锐的东西 扎一扎 不一定要扎进去 你慢慢地扎它 它就会感觉到 不那么瞌睡啊 或者起来走一走 都可以 然后呢 就要下大举行 呵斥这个昏沉 当时佛弟子当中 有一个可能是阿纳律托吧 他后来得天眼第一 因为佛一讲经 他就睡觉 佛说以后你会剁蛇身的 一千年都睡不醒 这下他 他发愤突强 他说我以后不睡了 他这一不睡啊 七天就把眼睛就弄瞎了 佛可怜 他教他一个光明三昧 然后他眼睛啊 不用这个肉眼看了 他得了天眼通以后 他看三千大千世界 像手里边的一个阿摩罗果一样 那就是他发愤突强 当然以后就不睡了 他就很少睡觉了 人和人这个色身呢 坚强程度不一样 有的人呢 就这方面比较严重 但是是可以改的 以后我们那个居士经常 他说我要是能够念二十四小时佛 那我一个一个星期啊 佛号就不断很自动的进行 所以他经常他自己 或者叫几个人 去到寺院二十四小时念佛 护法也都非常积极 修行非常用功 现在呢我们也共修的时候 让他发言呢 讲自己体会啊 他好多次都哭啊 讲起来就哭 因为他深有体会 确实佛在经典里面讲 末法时期 邪师说法如横河沙 因为邪师太多 为什么呢 因为修行正果的人越来越少 那么佛法呢 又有很大的吸引力 那如果是作为师的话 这个师不一定是非要出家人呢 在家的一些大德 居士们 他们也会讲这说法 那么就会有一些明文立养 那么很多人呢 加上自己有才能 聪明 他都会讲法 说法 那么斜师说法 他的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不能断我见 不能断我见 那么他讲出来的东西 表面上就算都是佛法 可是你要知道 他没有断我见 那就很难保证他说的法 不偏邪 很难保证他不把佛法讲成世间法 因为世间法呢 都建立在我的基础上 除世间法都建立在无我的基础上 这是我们分辨 这个诗是邪正的第一个标准 如果满口都是佛教的词 可是说的都是由我的 建立在自我能够得利的基础上 他从来不提断我见的事 他也不知道如何断我见 也不引导众生断我见 就是让他得到福报 然后仅仅是修世间的福报 这个知见上肯定有问题 那他可能法呢还是善法 他教大家修福报 这个还是正确的 但是呢 知见就有问题 那么这个佛法呢 可能变成了相似佛法 听起来是 其实不是 似是而非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外道有种种的邪说 我们看不透 外道自古就有 不是现在才有 他有些说法非常接近于佛教 但是他不是佛教 附着于佛法的外道很多啊 大家都知道 通通邪实 而且邪到很大的程度了 这些呢 还比较容易看得透 但是有些人呢 我们就看不透了 其他一些穿着法式的衣服 这个非常庄严 讲得振振有刺 这个就不好分辨 还有就是 在大圣法里边 专门讲二圣法 不分大圣二圣 落到一切都空 只讲元气行空 不讲万事万物产生的总根源 那么劝人不要修大圣法 去修二圣法 在经典里面 大圣的经典里面说 这个是恶知识 恶知识就是邪实的意思 同样也是 那么这两条 那怎么判断 怎么辨别呢 一个是往昔 我们跟真善知识有缘 我们跟他发大心 来修学 第二呢 我们这一世 我们祈求佛菩萨 我们不要遇到邪实 我们要用遇到正确的善知识 来跟他修学 另外就是我们要真修 我们真修善知识看到以后呢 就会帮你就会引导你 你跟他有缘 你会信他 否则的话 你就会跟着邪的跑 跑了以后呢 你还会误把 破坏正法当作护法 你跟着邪实嘛 你拥护他 结果有人说正法 你还不同意 这个都是 非常需要注意的事情 因为在末法时期 这个现象比较普遍 大家好好的修学 然后就能够增长智慧 就能够有判断的能力 好 请大家合掌 我们来回向 愿消三丈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灾账西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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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菩萨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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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